新年一始 中国大陆的教育部出了个新招 就是要把八年抗战全面改为十四年抗战 在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当中 要求在今年春天就落实这项更改 也就是说原来的八年抗战是从卢沟桥事变 1937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 这是八年 现在是要往前推六年 推到1931年918事变以后 那么他现在去更改抗日战争起点年限的算法 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这个目的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要解决一个尴尬的问题 就是过去在宣传上 在历史教育上 他一直存在着一个尴尬的处境 对于中共来说 按照以往说法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 7月17日蒋中正发表了一个庐山声明 说 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皆有首土抗战之责 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战 这是一个政府层面的相当于宣战行为 从那以后到1945年8月 日本天皇发布中战诏书 接受波子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间这八年 是历史学界上公认的中国的全面抗战的八年 这八年当中 你说是在谁的领导之下呢 那这个毫无疑问 他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嘛 谁是抗战争的中流砥柱呢 你简单只要看一看战争中损失的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谁在发挥主导作用 这八年当中 国民政府的军队损失300万人以上 那基本上他的主力都被打残了 特别是蒋介石黄埔系嫡系的中央军损失是非常大 国民政府阵亡牺牲的将领 少将以上的有100人 上将11人 中将34个 少将50个 那差不多有近百人 而共产党这边呢 你连一个阵亡的连以上军官的完整名单都拿不出来 那你这个时候还要对外宣称说抗日战争共产党是中流砥柱 是在共产党的坚持和领导下取得的这个胜利 那这个实在是有点瞪眼说瞎话 特别现在是资讯发达 谁都可以从一些渠道或多或少的看到一些史料 那么这种宣传说服力太差 同时你还有一个统战的需要 就是对于台湾来讲 你强调血灯欲水啊 我们有这个什么民族的共同的记忆啊 但你在抗日战争这个近代史的重大问题上 你都还要说这不是国民党领导大的 那你都不承认国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那跟对岸 台湾海峡对岸就没有沟通基础 是吧 所以这个处境就变得很尴尬 他又要坚持是自己的历史攻击 同时呢 他还得去拉拢海峡对岸 还得去影响别的人 是吧 所以这种尴尬一直存在 那么现在把这个抗战的时间延长到14年以后 那么对于中共这边来讲啊 他就可以做个历史阶段的切分 第一个阶段 他管它叫局部抗战 1931年到1937年 918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六年 这六年国民政府在随行攘外必需安内这个政策 他确实没有 国家层面没有一个宣战行为 那么只是在日战区 在满洲那个地方 有一些零星的游击战争 那么共产党可以说啊 这些敌后的抵抗运动 是在我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是吧 在局部抗战是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的 当时国民政府仍然是无所作为的 任由国土沦丧如何如何 他可以继续指责国民政府 可以说这一阶段 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937年以后的那八年呢 他就可以逐步放宽口径 承认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今后他对这八年呢就可以少提一些 甚至在一些场合可以不提说 中共的作用超过了国民政府 那么通过这种历史阶段的切分 他希望可以解决眼下的这种尴尬处境 同时呢也可以对外宣布 看啊我共产党现在也进步了 我能够正视历史了 我的这个客观性提高了 那么把抗战的历史往前推六年 把中流砥柱的这个说法修正一下 是不是可以证明说 共产党确实他对历史的态度就更客观了呢 首先啊我觉得啊 对于历史的一个定性的判断啊 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不是一个八年十四年的问题 同时它也不是一个历史阶段切分的问题 什么局部抗战还是全面抗战 它本质上是个什么问题啊 它是个结果的问题 简单的说 谁对抗日战争的胜利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谁就是中流砥柱 是吧 哪怕它只参战了一年 哪怕它只 甚至只参战了一个星期 只打了有限的几场战役 它只要对日本投降这件事情 对于抗战胜利这个结果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就是中流砥柱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对历史还有什么含糊的吗 是吧 那导致日本投降的 能够让中国真正在战争中坚持下来的 那当然就是国民政府了 你要从世界的范围来看 对于这个对日战争的胜利 取得了决定性效果的 那是在太平洋战场 是因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打败了日军 才造成了日本的投降 是吧 所以这个结果就没啥可含糊的 我过去曾经这么说过 现在也这么说 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都不用去争这个问题了 我们只要去问一问 最有发言权的那个人就行了 谁是最有发言权的人呢 当然就是日本人嘛 日本人知道谁是自己的主要对手吗 那日本人回答这个问题了吗 他用行动回答了 所以我们去看看抗战期间 日本轰炸过重庆多少次 轰炸过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多少次 根据日本它的战争档案的不完全统计 从1938年初抗战进相持阶段 到1944年底 日军一共轰炸过重庆进行战略性的轰炸 216次 那他轰炸过延安几次呢 这个数字 零 没有 那据说好像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很不服气 这两年使出了这个绝地三尺的公布 又找出来一些资料 说日本也曾经轰炸过延安 好吧 那我就承认日军确实轰炸过延安 但是相比起重庆来说 你不得不承认肯定是少得多吧 相比之下 你可以说几乎没有 那你说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呢 这是一方面 再有一方面呢 就是关于你对待历史的态度啊 是不是更客观了更公正了 也不是你少提几句中流砥柱 少吹几句牛 这个情况就改善了 关键我们还要看 在抗日战争这整个过程当中 共产党实际干了什么 这个历史的真相 这个历史的细节 你准不准人去研究去曝光 那国民党的抗战史摆在那里呢 那大家都可以去研究 包括蒋介石日记是吧 最近也已经公布了解密了 那么共产党在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这个真相 你是不是要掩盖呢 你还是说可以让大家去研究呢 你像南尼湾鸦片种植和贸易这个事情 你在国内是不是历史研究的禁区 这方面的文章你要不要别人发表 还有去年日本有一个学者叫远藤玉写了一本书 叫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 就是讲到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 其实和日军有若干桌下交易 针对国民政府的 那你这本书敢在中国国内发表吗 敢让大家去看吗 去讨论吗 去年的时候 《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上呢 是发表了一篇 就有一个学者叫《洪正快》的文章 他仅仅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 对《狼牙山武壮士》的故事呢 提出了一些质疑 在一些细节方面 结果就引起了连环诉讼 最后很搞笑的是 这个事情最后法院以一个什么理由去判决呢 他是说这个《狼牙山武壮士》 涉及到抗日战争 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涉及到什么社会共识 所以说你这个学者 违法了社会共识 所以判你输了 这事不是很搞笑很扯吗 学者 他是对学术真实负责 他管你什么共同记忆 管你什么社会共识呢 是吧 这个民族记忆怎么了 那民族记忆它不一定是真实的 它可能是在一种宣传之下 所营造的一个虚假的记忆 那这社会共识就更没有了 大家知道科学的进步 就是要以打破共识为标志的 突破了共识才有科学的进步 你历史学研究 是社会科学吗 同样也是这个规律 社会共识又怎么了呢 是吧 第二战之前 德国六七千万人也形成了社会共识 要走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 大家都选择了希特勒 你不能说六千万人共同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不是错误了对不对 所以这些说法 说起来很可笑 你放在历史当中看 我估计后人都要笑话 这是一个时代的笑话 好吧 让我们回到十四年抗战这个事情本身 那么把中国的抗日战争 从1931年开始算 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有些道理呢 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也不论说完全没有道理 确实是1931年 日军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华 占据了满洲 而且还成立了为满洲国 对吧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重大的 历史事件断代标准的问题 因为国家进入战争状态 它需要有个标志 就是一个国家层面的 国家层面的战争行为 它或者是一直宣战声明 或者是通过行动 你像德国这个巴巴罗萨计划 从北中南三路全面入侵苏联 和日本偷袭金珠港不宣而战 它或者通过行为来表示 从1931年918事变以后 国民政府这个层面 它确实没有这样的战争行为 那么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当时的背景是1931年 那一年的五月 汪肇明和李宗仁在广州 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相抗衡 而那个时候在江西一带 中共的中央苏区也是处在一个迅速扩张的势头 而且在北方 蒋介石与延锡山冯玉象 刚刚进行了中原大战 整个国家是一团糜烂 这么一个状况 对国民政府来讲 可谓是内外交困 那么日本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因为当时张学良 他的东北军的主力部队 他是开到了华北 维持华北治安 那么这时候东北 确实是守备空虚 趁这个空档 日军发动了918事变 侵占东北 国民政府当时确实没有力量去解决这个东北的问题 他当时采取的战略 就是第一不宣战 第二不承认日军的占领 然后是想依赖国际干预 把这个事情就捅到国联去 希望列强去斡旋干预 迫使日军撤出 当然这个战略没有成功 你要细究起来 国民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有历史责任呢 我觉得是可以探导的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的 不过呢 它确实是没有发生国家层面的一个宣战的行为 国家没有进入战争动员状态 那么 我觉得从1931年到1937年 可以算是抗战的一个准备阶段 如果要把局部抗战 也包括进整个抗战的历史的话 包括进整个抗战这个历史概念的话 那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我觉得也不 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 就不应该从1931年开始算 而应该从1895年开始算 是吧 因为那一年是甲午战争以后 签订马关条约 清政府决定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 可是台湾军民拒不奉仗 不愿意被割让出去 所以当时这个台湾的当地民众 就自己组织了一个台湾民主国 推举当时的清廷的台湾巡抚唐景松 是这个台湾民主国的第一届总统 武装抗拒日本占领 所以从台湾割让给日本开始算1895年 到1945年台湾光复 那以这两个事件为旗指 那么算成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史 前后绵延50年 所以你要往宽了算 我觉得这种算法恐怕更合适一些 好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当今中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现实压力的情况下 这个中共纠结于是8年抗战 还是14年抗战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有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看它的发展的方向 不一定是全然消极的 假如说在14年抗战的这样一个提法之下 然后中共今后 特别是现在的中共执政集团 它今后陆续承认 这个国民政府在8年的抗战中是起了主流作用的 是事实上去承认国民政府实际上这8年当中是中流砥柱作用的 那说明呢 现在这个执政者呢 他还有一点弹性的意图 就是想从现在的体制里面挤压出一点 或者制造出那么一点空间出来来解决与历史问题包容不同意见 那你从这个角度讲 它要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呢 那也不是全然消极的 只不过我觉得呀 还是应该从事实出发 1931年的9月22号 那中共确实通过一个声明 当时它是提出要在东北发展游击战争 那么我估计啊这个宪政权也会以这个为依据 提出说局部抗战这个过程当中啊 共产党啊是什么中流砥柱 是它组织协调倡议之下才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等等 但是大家要知道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是王明 他在提出在东北发展游击战争抗议日本占领东北的同时 他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武装保卫苏联 因为日军占领满洲以后 对苏联的远东地区直接造成了威胁 所以当时中共实际反对的是日本占领东北威胁苏联 而不是对中国自己的伤害 另外你说这个局部抗战 我们就把这个局部抗战的概念拿过来接受啊 老实说中共也确实不是中流砥柱 东北军的一部分军人没有撤到关内 他们是东北游击战争的主力 中共从1934年开始进行战略逃亡啊 就当时里面自己说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跑到陕北去了 那个时候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他怎么可能去组织去领导东北的抗日战争呢 怎么可能去领导局部抗战呢 所以他是既没出钱也没出力 他是也没钱没力可出 是吧 所以呢你说他是局部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个说也说不过去 所以说要想凝聚民心达成社会共识 其实也没别的途径 对于现在领导人来讲 你就是真的只有直面历史实施 现在台湾政界有个流行语啊 叫做转型正义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社会啊 要过渡到一个新阶段 要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 那你就得消化原来的社会矛盾 这就叫和解 可是和解的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你得有真相是吧 你在真相的前提下才能讲和解 像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以后 他也有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嘛 这个大家过渡到一个和平相处的社会 得和解 但是你得先有前提 中共呢实际上是亏欠中国人太多了 它有太多太多的历史包袱 你说中共这个东西要走入未来 它要长期在中国执政 一直坚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做到的 但是现存体制里面的很多人 他是有机会和中国人民和解的 但是你要走到这一步 就必须要公开真相 面对真相 面对真相 好